在权力游戏里面,你不是赢就是死 劳伯统治七大王国,他的首相口吐白沫 他的妻子叫做瑟西,他跟老弟詹姆乱伦 劳伯来到林东城里,要老友奈德当首相 奈德儿子布兰爬墙看到瑟西詹姆乱伦 詹姆把他推下城墙,布兰从此终身残废 刺客试图刺杀布兰,凯特琳指控提利昂 莱莎想让提利昂非布兰带剑前来解围 遥远东方有名女子,她的名叫丹尼利斯 她的家族坦格利安从前统治七大王国 丹尼嫁给卓哥卡奥韦塞里斯,心高气傲 卓哥卡奥忍无可忍赏她一个黄金王冠 奈德私生子叫做穷恩,穷辛人的猫叫做穷恩 穷恩到长城加入守夜人,面对异鬼死人和野人 奈德的女儿名叫珊莎,珊莎被许配给小乔弗里 奈德发现事情不对劲,乔弗里是乱伦的结晶 想找国王禀告此事,国王被野猪捅了去世 乔弗里坐上铁王座而奈德想找瑟西理论 殊不知被小指头背叛当场被指控犯叛国罪 少郎主罗伯心有不甘发誓要让国王后悔 奈德在圣堂被砍下头,艾莉亚在一旁亲眼目睹 艾莉亚逃出军林城,罗伯被奉为北方之王 马王破相风濒临死亡,丹尼想救他却徒劳无功 踏入火中成为女王say my name is mother of dragons 劳伯的弟弟史坦尼斯他认为王位该属于他 于是向所有人宣战却被弟弟兰里阻碍 红女巫从东方来说光之王是唯一救赎其他神都是山寨 史坦搞上红女巫,红女巫生恶魔让兰里一命呜呼 席恩率兵攻打林东城布兰瑞肯和阿多逃走 罗伯爱上小护士塔丽莎,布林送詹姆换艾莉亚和珊瑟 史坦攻打黑水丸,被野火烧他只能完蛋 但尼丽丝来到奎斯他的龙被树士偷 道不死之屋就像嗑药,烧得舒适不要不要 穷恩和一个蕊特取暖,假装背叛断长柯林 夜王献身率领死人大军,瓦拉莫古里斯凡人皆有意死 布林和詹姆被俘虏,詹姆的右手被砍断 艾莉亚被无奇兄弟抓住,无奇兄弟抓到猎狗 贝里要跟猎狗决斗,猎狗将他一箭刺穿 艾莉亚试图逃走,猎狗将他一把抓走 西恩被打晕,林东城归兰西,他被砍叽叽,姐姐生气气 当尼掌握无垢者,解放阿斯塔坡和冤凯 穷恩遇到野人王跟他们一起爬墙 但是他还是守夜人,于是回到黑城堡 提莉亚被迫与杉莎结婚,但是他不愿与他共整 不然追寻三眼乌鸦跟着弥拉和桥姐出发 罗伯为了塔丽莎违背与弗雷的婚约 虽然以艾德木作为代替,还是逃不过红色婚礼 艾德木与妻子房里打炮,餐厅里却传出真正哀嚎 卡斯塔米尔之语一响起,罗伯和凯特林马上被逼 乔弗里和小玫瑰结婚,结果在婚礼上被酒毒死 小指头带三沙连夜逃走,提莉亚被指控杀人凶手 提莉亚要求比武审判奥伯林自愿为他而战 他以敏捷打倒魔杉,却因自大而被爆头 但是学士有留一手用黑魔法复活魔杉 小指头与莱莎结婚,随即又把他推下越门 丹尼拿下弥林,但却不会治理 发现乔拉是间谍,于是就将他放逐 野人大军进攻长城,双方杀得横尸遍野 穷恩出门试图杀野人王,史坦尼斯出现大杀四方 布兰继续往背走,直到一棵魔法树 詹姆帮提莉亚逃出监狱,但提莉亚还有杖要算 先亲手勒死女友雪姨,再让泰温死相难看 蜘蛛瓦里斯出手相救,将他装箱运到东方 猎狗与埃莉亚遇到布林,被他揍得半死不活 埃莉亚掏钱币搭船,要去布拉弗斯玩 埃莉亚进入黑白之屋,惊见贾昆赫加尔 学习说谎变瞎子,只为成为无名士 蜘蛛带提莉亚去找丹尼,谁知提莉亚被乔拉绑架 乔拉在路上染灰灵病,仍带提莉亚抵达米林 丹尼跟所有奴隶主杠上,有人建议他开竞技场 奴隶主冲进竞技场里,丹尼骑龙走队友傻眼 直接飞进卡拉萨群,乔拉和达里尤出发找寻 麻雀成群进入军林,誓言要让正义降临 瑟西陷害提莉尔家,玛格丽·洛拉斯被抓进牢 整只大麻雀一失同仁,说瑟西乱伦要他自首 放瑟西自由但有个要求,要他脱光走回红爆 走回军林宛如处行,可耻可耻修女敲铃 小指头将三杀交给兰西,兰西这变态蹂躏山沙 西恩帮兰山沙逃出魔掌,牵手一起跳下撑墙 谁料逃到一半被追杀,布林带首试者前来营救 梅丽叫石坦烧他女儿,输料他还真的照做 但是光之王仍不保佑,兰西军队大败石坦 石坦靠在路边等死,布林出现给他四死 穷恩荡选为守夜人指挥官,但是某些弟兄仍不支持 要去接南屯救些野人,死人大军出现挑衅 黑衣弟兄看穷恩不爽,捅他几剑在雪地等死 守夜人群龙无首红女巫复活穷恩 穷恩处决叛徒,守望就此结束 艾莉亚训练演戏杀死流浪儿 回维斯特洛干掉瓦德弗雷 乌鸦交布兰使用魔法,让他看到过去和未来 看到异鬼即将进攻,R加L等J终于确认 阿多挡住门,布兰往灵东城 Oh shit,猎狗还活着 跟无奇兄弟北上对抗王者 鸭眼幽伦流浪归来,寡连闲耻杀掉情胸 号称要娶丹尼利斯,但喜恩和雅拉偷他船只 托曼联手麻雀,政教合一 瑟西洛拉斯仍要接受审判 瑟西杀掉小玫瑰和麻雀 儿子托曼心碎跳楼自尽 瑟西自己坐上铁王座 老地詹姆表情失落 私生只大战穷恩惨败 小指头带军队即刻救人 山下关门放狗咬死兰西 灵东城再度挂上史塔克之旗 穷恩被奉为北方之王 小指头试图离间两郎 丹尼把寺庙变成烤路 多斯拉克众人臣服 荆棘女王和沙蛇结盟 丹尼和喜恩和雅拉牵手 经过多年四季而动 终于要航向维斯特洛 就如奈德天天告诫 灵东已然降临世界 《冰运火之歌全力游戏》 请准备好收看第七季 这绝对不是什么懒人包 还没看的还是必须从头开始看 之前已经做过好几部《冰运火之歌》相关影片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话 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 加点击拿棒 我是超立方 我们下部影片见